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游漫说 OpenAI最新发布的GPTs非常火 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建立属于自己的ChartGPT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使用Python爬虫来为GPTs搭建一个知识库 无论你是数据工程师、研究人员还是AI爱好者 这个技能都会非常有用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个概念 爬虫它是一种自动化工具 可以从网站上收集数据 而GPTs是一种强大的AI 能够生成文本、回答问题、甚至编写代码 但要做到这些,GPTs需要收集数据 而爬虫正是我们获取这些宝贵数据的关键工具 今天我们将使用一款特别的爬虫脚本 那这款脚本是由Build IO团队开发 专门为GPTs指示库搭建而设计的 它不禁能够爬取数据 还会自动处理 让数据直接适配GPTs 首先我们需要把脚本克隆到本地 并且按照文档中的指南进行安装和设置 好,那我们直接跟着步骤一步步来 那同时这些基本的操作我也放到了我的博客里面 我们可以按照博客的说明一步一步操作 首先说明一下环境要求 唯一是要求Node.js的版本大一等于16 好,首先我们先复制下载脚本的指令 打开 终端 我们切到 D盘 粘贴指令 回车 自行 正在把脚本克隆到本地 好,然后我们进到代码的目录 下一步 是安装必要的依赖软件包 复制安装命令 NPM 空格I 回车执行 好,现在依赖安装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进到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调整配置 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配置之下 首先第一个是UIL 就是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希望从什么地方开始爬取你的网页 第二个配置是Match 这个是说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网页链接的一个匹配的一个规则 这主要的用途是说我们尽量在网站的范围之内去爬取 避免爬取到一些外部的一些链接 第三个是设置一个selector 这个是说我们在一个页面里面可以根据它可以设定一个标签 就是需要爬取的一个标签的一个范围 第四个是说我们一次要爬取的最多的一个页面的数量 第五个是说我们爬取的结果最后输出到哪个文件里面 这里可以指定文件名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们就以材料教程为例 因为材料教程里面有比较多基础的一些课程 我们找一个 好,我们就以python为例 学习python为例 python里面有这么多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爬取下来 建立一个问答的知识库 首先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把它配置到uil里面 第二个是match 我们截取一下 我们大概只需要python相关的一些讯息 好,我们保留python3这个pattern 最大的页面数我们保留50 输出的文件我们把它改成python.json 好,保存 我们再看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可以开始执行任务 我们复制指令 来到终端 粘贴 回车开始 好,这样 程序就开始 patch了 这个过程通常会 根据你patch的页面的数量 我们等待它patch完成 好,现在已经patch完成 看结果 总共是52个请求 52个成功 0个feel 让我们看一下 最后生成的文件 最后生成的文件 我刚刚取名叫python.json 大家看它大概都是以这种json的格式 把对应的标题,url,还有对应的内容 等你在一起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怎么把这个数据 用这个数据来搭建我们自己的gpts 这时候我们切到catch gpt的 好,我们来到catch gpt的页面 点击左上角的explore create gpt 好,我们在这里书 先选择我们刚才生成的文件 选择python.json打开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目的 请根据上传文件的内容 创建一个关于python的问答机器人 好 好,它在生成profile的picture 它把它的取名叫pythonhelper 并且设计了一个很酷的名词图像 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 先等它最终生成的结果 好,到这边整个生成已经完成了 包含机器人的名字 还有图标 包含它一些预设的一些问题 都已经生成完成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简单 介绍一下python 再问一个问题 怎么写注释 好,基本上它回答的都还不错 把注释的各种方式跟案例都有展示出来 好的,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从爬取数据到建立GPT专属 就是问答机器人的一个过程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给我点赞并订阅频道 你还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和问题 我会尽力的帮助你 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的观看